全球現場時間要來看是俄烏戰爭的最新狀況 滿1000天之後呢 現在戰士恐怕外界都認為會進一步的推升 因為烏克蘭在美國批准首次向俄羅斯的領土 發射了由美國提供的遠程導彈 好 這些攻擊的目標主要是針對俄羅斯布洋斯克地區 那現在呢 俄羅斯就指稱 這個烏克蘭所發射的5枚導彈已經被攔截了 但是碎片引發了軍事設施的火災 所幸是沒有人員傷亡的 好 不過對此克里姆林公現在就回應說 烏克蘭此舉恐怕招致俄羅斯的核回應 好 我們進一步來看到的是 這個美制的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到底在整個戰爭當中 有沒有可能會改變一些戰術呢 這個飛彈系統它是射程大約是300公里 可以攜帶常規彈藥或者是急速彈藥 每一枚造價的成本大約是150萬美元 但是並不是美軍無限量供應的 這供應是有限的 而且其實美國也有跟烏克蘭說 你要攻擊的時候 到底是朝著什麼樣的目標來攻擊 或者是你發射的時間點 都必須要先跟美國來知會一聲 好 烏軍現在獲得了這些美國援助的遠程彈道飛彈 那之後就可以通過美軍的海馬斯火箭系統 或者是M270多管火箭系統來發射 但是當然現在對於美國以及烏克蘭的行動 俄羅斯也不忍了 俄羅斯總統普丁現在就宣布要修改核武的使用門檻 那怎麼樣修改呢 其實有兩大細節 也就是說非核國家或者是核武國家 在支持對俄羅斯發動攻擊的話 就會被視為是對俄羅斯聯邦的聯合攻擊 那下一步俄羅斯就可以使用核武來回應 對於俄羅斯主權和領土完成構成的一個嚴重威脅 那就在俄烏戰士滿一千天之際 其實各方還是想要炫核並且持續的軍援 來看到這個是德國總理肖茲 他就打電話給普丁談停戰計劃 可是此舉就讓烏克蘭覺得很不滿了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還要表示說 肖茲的做法就像是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因為呢只會讓俄羅斯有機會跟外界來對話 也讓普丁有了談判空間 其實外界本來是要孤立他的 但是現在澤洛斯基就認為說普丁借這個通話 他就可以跟外界再持續要求一些條件 那英國的部分現在持續增加對烏克蘭的軍援 宣布要投入的是750萬英鎊 大約是3億1000萬台幣 要增加持續提供給烏克蘭攻擊型 還有偵察型的無人機 拜登政府現在放行之後 烏克蘭在19號是首度使用美國的長程導彈襲擊了俄羅斯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他在出席G20的時候 他又做出回應 他表示這是西方想讓衝突進一步升級的明顯訊號 他已經提及了這幾個次 如果長期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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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被用到到烏克蘭的軍閉 會被用到烏克蘭的軍閉 這會也証明他們會被用到美國的軍閉 拉夫罗伯现在就表示 如果没有美国的军援的话 那么乌克兰就不可能会使用这些高科技的导弹 俄罗斯将会尽一切的努力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但是核武器将会起到遏止核战争的作用 同时间19号这一天就是俄乌战争满1000天的日子 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祖国纪念碑下 点起了1000盏的烛火 主要就是要悼念在乌战当中阵亡的士兵 好 当然现在外界都非常的担忧 这个俄乌战争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此时这个大陆的外长王毅在里约热内卢 也是在执行直传体峰会期间 他就跟拉夫罗夫来会晤 当然双方台湾的议题跟俄乌战争有些关系的也引发关注 外交部长王毅在里约热内卢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喀山峰会期间的会晤 对两国关系下阶段发展做出战略部署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不断焕发新活力 两国外长现在就强调中俄两国领袖 先前在喀山峰会达成了共识并且聚焦两国的关系 还有乌克兰朝鲜半岛局势相关的问题 大陆外交部就这一次的会议发出了声明指出 王毅愿意和北京跟俄罗斯共同努力 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 不过进一步的细节是没有说明的 另外来看的是中美军事现在恐怕对话又再次中断了 这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会出席东协国防部长的扩大会议 美方现在向中国大陆要提出跟大陆防长董军要会谈 没有想到大陆方面是拒绝的 拒绝的原因就和美国近期对台军售案有关系 而美国国防部在台湾时间今天的记者会上头 是低调淡化了媒体的提问 美国国防部在媒体提问时 习近平和拜登才刚刚举行过会面表明 中美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是没有阻碍的 但是也证实了中美防长不会在10月21号 在辽国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当中 另外举行双边会谈 CNN的报道现在进一步的指出 现在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 拒绝和美国防长奥斯丁会谈的理由 其实就跟近期的美国对台军售案是有关系的 以上就是这一节全球现场 K.S.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录全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激活动福 native 优优独播剧 这一식青春菅 优优独播剧